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显降低 空气中尘土未弥漫 22日至23日 中国共计18个省区市超过5.6亿人受到沙尘暴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 沙尘暴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目前是通过哪些措施来防止沙尘暴的来袭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您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沙尘暴是沙暴和沉暴两者兼有的总称 是指强风把地面大量的沙尘物质吹起并卷入空中 使空气特别浑浊 水平能见度小于1000米的严重风沙天气现象 其中沙暴系指大风把大量沙力吹入近地层所形成的斜沙风暴 沉暴则是大风把大量尘埃及其他细颗粒物卷入高空所形成的风暴 沙尘暴的形成需要这三个条件 一是地面上的沙尘物质 它是形成沙尘暴的物质基础 二是大风 这是沙尘暴形成的动力基础 也是沙尘暴能够长距离运输的动力保证 三是不稳定的空气状态 这是重要的局地热力条件 沙尘暴多发生于午后傍晚 说明了局地热力条件的重要性 自今年三月以来 中国已经出现了四次沙尘天气过程 包括两次阳沙天气过程 一次沙尘暴天气过程和一次强沙尘暴天气过程 比常年同期都多 也引发了不少公众产生疑问 今年春天沙尘暴怎么这么多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表示 之所以出现沙尘天气 是因为当前大地回暖 日晒使得地表松动 春季又恰好是冷空气大风频发的季节 所以当强风经过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西部 甘肃等地的沙原地时 会将沙尘卷到空中 随着低空气流向东向南传输 影响内蒙古以东以南等地区 专家表示 今年三月以来 沙原地温高雨少 大部分地表基本无积雪覆盖 一旦有冷空气入侵 出现大风天气 亦造成沙尘天气传输 每当出现沙尘天气 大家会习惯性说沙尘暴来了 但实际上 沙尘天气按强度分为五种 强度最弱的叫浮沉天气 稍强的是阳沙 再强一次为沙尘暴 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 沙尘暴指强风将地面沉沙吹起 使空气很浑浊 水平能见度小于一千米的天气现象 另外 沙尘暴和人类活动也有一定的关系 人为过度放牧 烂伐森林 以及过度开垦地面等 从而形成大面积的沙漠化土地 也会加速沙尘暴的形成和发育 至于为什么沙尘暴都发生在北方地区 主要还是因为地理环境 中国北方地区靠近冬季风的侧原地 冬春季节西北季风强劲 风力大 同时地面的沙尘也非常的多 沙尘的多少 一方面和当地的植被覆盖率有关系 特别是西北地区气候相对干旱 植被稀疏 再加上人类的开垦破坏就更加严重了 为了解决沙尘暴这个问题 中国从上个世纪以来就一直高度重视 就比如用一项几十年时间的浩大工程 来进行防沙制沙和荒谬化治理 这个工程就叫做三北防护林 三北指的是中国西北 华北和东北地区 这三个地区分布着中国的八大沙漠 四大沙地和广袤的戈壁 总面积达148万平方千米 约占全国风沙化土地面积的85% 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沙工程 尤其是位于河北省成德市 围场县境内的塞罕坝 地处内蒙古高原 与河北北部山地的交接处 塞罕坝是蒙汉河碧与 一围美丽的高岭 这里处于北京的上风向 也就是说如果能在这里种起一片树林 就能拦住吹往北京的沙尘暴 这样京城就不会变成沙城 历史上塞罕坝曾是一片绿洲 即皇家猎院 后来随着清政府大量开垦伐木 森林植被被严重的破坏 再加上日本侵略者的掠夺 采伐还有连年山火 逐渐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荒漠 黄沙荡荡看不到尽头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沙旗好荒凉 渐渐的塞罕也失去了原来的保护作用 于是西伯利亚寒风就可以长驱直入 风沙紧逼北京城 这么重要的地方 必须得好好治理才行 1962年 369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人 或坐车或骑马或徒步 踏上了塞罕坝的土地 开始了与荒地沙地的斗争 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市 平均年龄还不到24岁 一留就在当地留了几十年 当时的条件可以说是相当恶劣 尤其是塞罕坝的冬天 气温可以达到零下40多度 滴水成冰 除了寒冷就是风沙 更关键的是 栽种的树苗很难存活 但这一切都难不倒建设者们 通过三代人50多年的艰苦奋斗 他们不断摸索与实践 培育出了大胡子矮胖子的优质状苗 大大增加了育苗数量和产成苗数量 同时也改进了植苗的方法 植苗速度也显著提升 如今的塞罕坝已经变成了 112万亩的人工林 是世界面积最大的人工林 漫山遍也都栽种了树 森林覆盖率也从之前的11.4% 提高到了目前的80% 这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每一棵树的距离 按照一米来算的话 那塞罕坝的树 可以绕地球赤岛12圈 这些树木每年释放的氧气达到57万吨 可供200万人呼吸一年 可以说塞罕坝创造了 荒原遍临海的绿色奇迹 而塞罕坝不过是 三北防护林工程的一部分 三北防护林的建设 涉及了13个省 551个县 全国3.13亿劳动力 累计完成营造林 保存面积超527万公顷 而三北防护林 又是中国制杀大局的一部分 目前中国森林增加面积 超过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总和 13五以来 中国累计完成防杀制杀任务 880万公顷 植被覆盖面积增加了200多万公顷 2000年至2017年期间 全球绿叶面积的25% 由中国贡献 2020年 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的 茅乌素沙漠即将消失 而中国七大沙漠之一的 库布奇沙漠植被覆盖率 已经从2002年的16.2% 大幅提升到2016年的53% 每年阻止上亿吨黄沙流入黄河 中国的防杀制杀成绩 已经被世界看到 但随着最近沙尘暴 悄无声息的卷土重来 让整个北方 乃至西北广大地区 再度黄沙漫天 吃土的人民群众 不得不纷纷陷入沉思 中国的防沙制杀 是不是没有成效 三北防护林为何没有起到作用 在改善当地生态环境上 防护林建设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 通过植被根系固沙 蓄水功能可以降低地表沉沙 裸露面积 抑制改善起沙条件 植被也可以减少局地的阳沙 但对整个封场的改善毕竟有限 德鱼长期的绿化建设 近50年来 中国沙尘天气的确逐渐减少 根据北京观像台沙尘资料统计分析 60至80年代及以前 北京春季的沙尘日数 在10至20天以上 到了2010年以后 平均沙尘日数已经降低为3天左右 在极端不利气象条件下 杨沙仍能被大风从未改造的沙漠中带起 在高空环流的带领下 席卷中国北方 我们需要认识到 沙尘暴不能被根治 植树造林也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方案 不能百分之百解决中国的沙尘问题 防护林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科学治理 仍然需要持续推进 除了中国 其实日本 俄罗斯 澳大利亚 美国 中东 埃及 希腊等国家和地区 也饱受沙尘暴困扰 在沙尘问题上 全球都是命运共同体 由于过度开发自然资源 过度砍伐森林 开垦土地 沙尘暴一直是美国西部平原的常客 2020年6月 撒哈拉沙漠上空的风 带着1.82亿吨沙尘 穿越大西洋 登陆美国东南部 筑起数十米高墙 我们需要认识到 沙尘暴是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 只要内陆地区极端干旱区存在 沙尘就不可能彻底消失 沙尘暴也不会消失 近些年来 中国沙尘天气的减少 的确与控制启沙源区有关 此外 在全球变暖形式下的中低纬度地区 平均风速的减少 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 在全球循环中 沙尘暴并不总是坏人 虽然不直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但是沙尘暴所带来的物质是海洋浮游植物生长必不可少的肥料 某种程度上 它是抵抗全球变暖的幕后英雄 如何在环境治理中取得平衡 扩宽对自然和气候的认识 从而在人努力的前提下利用天来帮忙 依然是未来全球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防杀制杀 保护环境将永远是进行时 是主旋律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